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支援队成员 即将完成在香港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工作 离开前 他们特别录制的一首东方之珠 唱出了内地和香港市民 血浓于水的心声 内地和香港民众之间 血浓于水的亲情扭大 始终紧密连结 1991年 中国华东地区遭遇严重水灾 当年共计收到的23亿元人民币 境内外捐款物资中 有近四成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 而其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 莫过于香港演艺人协会发起的 演艺界总动员 忘我大会演赈灾活动 演出当日就筹得善款超过一亿一千多万港元 之后又发动艺人用十一时间 二舞完成了电影《豪门夜宴》 筹得善款超过二千万港元 在当年我是带领香港文星足球队 还有四大天王 美艳芳等等 好多好多出名的艺人 到时候我们因为看太多电视上的一些出来的片段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还有很多地方都失去空气了 还有很多地方等待着救援 然后我们就觉得应该 我们都是香港人 都是中国人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去做一些活动去 引起关注 好多人自从看完那次的演出之后 很多都自发性去捐款出来 所以是很有意义的 当年你这个华东水灾 我们香港人个人都捐钱了 是否应该是这样 大家互相帮忙永远都是对的 2008年 中国内地又接连遭遇南方冰雪灾害 和文川大地震 时任演艺人协会会长谭永伦 积极响应 由凤凰卫视发起的 雪中送卵行动 亲自带队去广西慧民 还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春天人家回去末年的时候 刹了很大的雪 火车亭 还有很多房子都塌下来 当年我已经发现 那些小孩真的很厉害 他们很坚强 很多时候他们反过来安慰我们 叔叔们你们不用担心了 我先把房子塌下来 但是我们还在 我们很健康 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生活 我们都没有做过的 因为没有做过 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 究竟是多辛苦 去重新把房子盖起来 没多久之后的五元 文川又发生大地震 不到48小时 香港立法会就通过了 3.5亿港元的赈灾撥款 随积又成立了救灾专属基金 撥款90亿港币 而民间捐款就达到130亿港元 包括之后 雅安地震在内的每一次灾害 都可以看到香港市民 街头踊跃无捐的身影 一点点心意 我们做不了什么 希望可以一点点帮到他们 大家都是一方有难 八方支持 大家都是血浓于水 事实上 香港对于灾区的捐助 并不单只是捐钱捐民 同时亦承建了190个灾后重建项目 由修建功劳到建学校 涵盖了教育、医疗、基建等各方面 有着最艰巨任务之称的省道303 已经受至恶龙断 甚至大红猫的棲息地 恶龙自然保护区都受到重创 香港特区接下任务 这是八年重建 2016年 市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亲自见证了员工的一刻 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好了 然后就要靠你们 然而继续把这个国家级 世界级的自然遗产 一代一代地藏下去 除了政府的担当 来自民间的力量 往往更可以体现出 血浓于水的情谊 2010年青海浴树大地震 香港爱心义工王福荣先生 知道六名学生和老师被困危流 两度冲回去现场 救出三名儿童 自己就因此牺牲 终年45岁 当年一起在现场参与救援的老师 始终记得他临终前的那句话 我们在挖的快挖出来的 好像还需要一个小时吧 我就叫他 阿父你要坚强 你要坚强 我们马上救上你了 我就这样给他讲的时候 他在很没有力气的 很弱的那种的 有一个话就说 孩子和老师救出来了没有 表达我们对黄佛龙先生 深切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 同时我们也来表达对香港市民 对青海浴树灾难所给予的爱心和鼎力支持 但是血浓于水 并非只是在灾难面前才显现出来 早在1997年的回归日 香港九龙火车站 一个由香港人发起的特殊捐赠仪式 为内地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 带来光明和希望 这位香港人叫方黄吉文 他是健康快车筹委会的主席 建造健康快车的想法 最早就是由他提出的 香港回归的时间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每人都准备礼物送给香港 清楚回归的 香港应该也回归礼物给大陆的 但是不好做31个 不然就做一个能够走动的 每个地方都能够停一停 而且有用的 所以就想到做一个 建在火车上的一个医院 他们就找到我 因为我们当时的白内障病人 大概有四五百万 而且随着人口老年化 这个白内障的发病是越来越高的 那个时候每年大概就是四十多万 这样大量的病人 我们需要去关照他 就是这样 一列为贫困白内障患者 做手术的流动火车医院诞生了 二十多年来 健康快车由一卡扩充到四卡 每年春天 列车由北京出发 每到一个站点停留三个月 至少完成一千宗手术 由2002年到2016年 健康快车先后六次来到黑森 为当地的贫困白内障患者 实施免费手术 六千五百八十八宗 减免的手术费用 达到二千七百多万元 一个农民的家庭一年才收入 也就是四五千元 如果自己掏钱的话 直接就制平了 所以这个项目来了以后 七千多例白内障患者 等于脱平了七千多个家庭 在政府还不能把所有的医疗 都做免费治疗的时候 健康快车 对这个贫穷的患者 是一个耐心的奉献工作 推动了我们国家的 从医疗卫生的扶贫工作 也推动了慈善捐赠的工作 截至2021年1月7日 健康快车历年服务地点 覆盖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 共计一百九十站 治愈人数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三十四人 慈者外出于心 因避于炎 随着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步伐的加快 外地和香港之间的互相帮助更加贫民 风雨同舟 血浓于水的情谊 也更加坚不可摧 未来就是几句也会陪你过 一个你一个我 看起不需要脚落 前面越走一定会越惶惶 你一个我 谁都会有恐惧 面对黑暗的骄傲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